現場好幾位都是很漂亮 閃過股災的人 所以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剛才是說短線可能不會跌破 我想來問一下 因為很多人說懸股很困難 電子股怎麼辦 我們待會馬上講 懸股很困難 就有人說我來買ETF好了 我就現在買這個0050 我剛才定期定額 我不知道股市會跌到哪裡 OK嗎 杜老師 剛這個定存的話 我以前也幫小孩子買過 買了三年賺錢 後來沒跑得到三四億的話 賠大概百分之三十以上 後來彈上來小賠 我就把它賣掉 所以我就沒有在買定期定額 那我最近台股剛好 在整理價值分析的時候 我在那邊有兩個資料 剛好整理出來 我們二十三年前 台灣有一個叫重置型基金 就價值型股票 也認為大家去買 可是經過二十三年完以後 本來十幾黨變成三黨 就價值型要打敗大盤很難 那剛才像慶怡講的 19年前我們不是ETF開始嗎 所以現在ETF大概是我們的 對不起 最行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ETF有206黨 那我最近有把它整理 大概每這五年 我把第一名到第十名 這個ETF績效的把它列出來 列了五年 那這前十名的ETF 真的會打敗大盤 那真的是如果說 存ETF的話 好像會打敗大盤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206黨裡面才有 十黨會打敗大盤 而且的話你在年初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要買哪一支 因為ETF有200多黨的話 你搞不好是還金 十一五 或是說大家講的0050 就買0050 0056 就可以打敗大盤 可是在空頭的時候 他還是會輸 所以我這裡面有一個結論 就是說在ETF的話 你是會有 可是因為你不知道 我這麼多黨我哪一黨 所以我大概 其實裡面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因為上次天下雜誌 有訪問我看空的一個混沾 那個記者他本身就有 定時定額扣款 那他問我說 讀先生這樣的話 是不是我要暫停扣款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認為還有阻碟段 暫停扣款 或是你先獲利 等到我建議的點數 那這個點數不一定準 15159你再回覆 剛剛講好像一定會到 15159再來恢復扣款 就一定會到 對對對 我的建議是在 因為我總是要找一個目標 不是說 都很勇敢 都會跟大家講明確的這個點數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的建議 有人是說 因為我是定期定額 我不預測高低點 可是你也會知道 因為你是在最高點的時候 評估前13年 當然都是定期定額是賺錢 可是股票市場有時候 真的會有中回檔 那這個東西你就會發覺 我當時為什麼不佔領扣款 或是獲利先出場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好 謝謝這個杜老師 因為我覺得這個定期定額 很大一個就是 你要真的能夠持續定期定額 你不要後來子彈沒了 或者新一黃 就不看 不看個五個月 發現什麼回來了 你這一段沒扣到 其實就差很多 好杜總給大家建議 就是15159再恢復扣款 好 游民哥你會覺得現在可以嗎 對我覺得有很多 0050 0050當然我認為OK 那可能月底的時候去買 會比現在要買的時候 可能方向性更明確 但我們先來講一個的話 就是說黃巴菲特有在講 他說如果你要去做 比較長時間的存股 或者是定時定額的話 你的第一手進去的那個時間點 也滿重要 即便再好的一個股票 你是買在它的倒霉的時候 還是買在它風光的時候 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想最近大家看金融股都看很好 金融股現在回檔了是不是 對 那金融股當然這兩天有回檔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趙鋒金的一個股價 那我們先來這樣講 其實去年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 今年一定會升息 對不對 所以你照理說 你對金融股的看法 應該是去年就開始 定時定額的扣款 或者是存股 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是 是因為他比如說 買了很多別的股票都沒漲 但是他現在開始突然想到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落草為寇 反正我們就把別的股票砍掉了 反正你既然美國會升息 進入升息循環 我們就來買金融 那這個時候的金融 是不是早就已經開始 反映了前面很大的一段 你本來就已經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你這個時間點 再去入手金融的時候 你相對短線一定不會炒到便宜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你去看今天的包含趙鋒金 包含你去看第一金的股價 甚至是你今天去看 整個大盤在跌98點的過程中 基本上不是跌電子 基本上是跌金融股 那你說上個禮拜的時候說 金融股不是很好嗎 那我跟各位報告過 金融股的買法本來就跟電子股 或者是一些人氣的主流股的買法 是不一樣的 你是要買在它默默無名的時候 而不是在買在它這個煙花藝人的時候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OK 好 董哥可以嗎 我認為目前是不適合的 因為剛才有名講很重的重點 那個點進去很重要 一點進去你就開始輸了兩成三成 你怎麼還有信心去扣款這個動作 所以有定時定額跟單筆投資法 我們在學校有教學生 趨勢下跌的時候 你採取定時定額法 一直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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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永遠會上來 一上來的話 你就成本在下面三分之一 這一定會賺錢 如果股市是上漲的過程中 你是做定時定額就完蛋了 一直扣 一直扣 成本越低越高 但股市一反轉 你就成本在上面三分之一 那你沒有討到好處 所以股市走得多的時候 底部開始翻多的時候 你是單筆法進去 股市走跌的時候 你是定時定額 那現在適合定時定額 對 但是你要知道那個位置 一般來講就大跌的時候 像前年不是股災來的時候 跳水大跌三成那種 跌到十年限 這個時候你可以存股 可以定時定額 開始都可以或單筆法都可以 但是現在我比較擔心什麼 美國到窮 現在是歷史126年的最高點 台灣加權指數 是60年來的最高點 德國在歷史最高 法國在歷史最高 印度在歷史最高 幾乎歐美亞幾個主要的指數 都在歷史最高 歷史最高會出現什麼 賣出的形態 大家都做出很多形態 M頭 頭肩頂 都看得清清楚楚 台灣股市就是做M頭的形態 所以你知道在歷史最高點 會出現賣出形態 所以剛剛財產做出形態 就代表什麼意思 要慢慢下山了 所以這個下山的過程 總該講短線還沒有偏空 如果跌破了閃行線的第三條線 就要跌破1616那個點位 這個架構就更弱 所以你政治定額的狀況之下 我給你看看 董哥但是很多人就是不知道 什麼是底部 什麼時候他到底會反彈到多少 所以他就是不知道 才會定期定額 他很難抓那個轉折 OK 你最起碼 你從相對的低 好 我們最短的 前年不是最低的股災 巴菲特見到 四次熔斷機制 那個最低點 到今年的最高點 這一段的漲幅 你最起碼如果真的修正下來 是修正到0.618就結束了 空頭就結束了 這是比較深的一個架構 如果股災 0.618守不住 還會大概跌九成左右 所以目前來看 你從頭角度去看 你最起碼回到二分之一 你再慢慢定時定額扣 還好 因為最起碼 你不是買到最高 它從2020年3月漲下來 所以要二分之一差不多 我沒算數字 你可以算最高加最低除於二 那是二分之一 那我就更關鍵為什麼不適合呢 因為現在變數太多 第一個 全球股市在歷史最高 而且做出了賣出的型態 這是第一個技術面的角度 第二個 現在今年是漲第13年 全球股市那麼大的變數 中美貿易大戰沒有結束 互相關稅 客人那麼嚴重 都沒有結束 烏俄戰爭又沒結束 5月9號是俄羅斯的戰爭紀念日 所以它這次打戰 它最快要5月9號之前要打贏 一定要打贏 這才能夠紀念 如果沒有打贏的話 要拖得更久 拖得更久 拖得更久 通膨的變數就越大 所以我個人看法 烏俄戰爭沒有戰神 沒有高於段落 然後後來再加上剛才講的 那個通膨膨脹的數字 美國現在又是創四年的新高 美國的通膨CBI有沒有見頂 如果沒有見頂 那就麻煩了 美國的升息的速度幅度 可能就會加大 再加上目前的狀況 第一個是股市在歷史最高 第二個烏俄戰爭 第三個通膨 我根本都還沒有敢 都還沒有結束之前 我個人看法 現在只是先暫時 有持股的 我建議是逢高建馬 建好舊收 留住獲利 保本是第一 那第一次定位 我根本就回了一半 你再慢慢往下做扣 還在可以 兩位都建議是 因為都是技術分析牌的 到了一個相對 覺得比較難夠扣多一點的時候 再進場扣 當然俄羅斯現在看起來 打贏機率非常之低 但沒打贏我們也很害怕 因為普京夠極跳牆不知道會幹嘛 接下來 三種… 7爺 吻 5